那么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小主题 各位刚刚基本的部分呢 各位都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同学生日快乐 我们想在班级庆生会里面关掉教室的电灯 用大家自行设计的霓虹灯来办理庆生会 那请你设计一个会自行闪烁循环的七彩霓虹灯作品 那在这个做作品之前呢 我们希望你先给出你的设计稿 那设计稿怎么画呢 你用圆圈代表开始 然后用箭头代表你的下一步 然后这个矩形长方形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红灯亮一秒 黄灯亮一秒 这个东西叫做你的事件群 所以你可以有好几群的事件 比如说红绿灯闪烁 或者是红绿灯轮流闪 或者第三群白灯闪三次 这个都可以了 你把这个事件群用箭头一样连起来 然后最后呢 因为Arduino的东西他会一直循环 如果你有给他循环 因为你红灯不要煤电就 就是执行完了就停掉嘛 那要让他一直闪烁 那所以你还要再回来 用一个重复执行的回圈把它包起来 请你先给我这一个设计图 我们给各位想一下三分钟 来把你的空白的笔记本打开 在那个康莱尔笔记本 你刚做笔记的空白的地方 请你画一个简单的设计图 画完之后 你的图做完之后呢 就请你开始去组合你的基因目 写你的程式 把你的灯石做出来 把你的霓虹灯石做出来 那么待会呢 老师会到 老师会去寻堂 然后请你呢 请做的比较好的同学来分享 好开始 好那么刚刚老师跟同学们都已经分享了一些作品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同学做的都不错 你觉得第一个 程式能动的条件是什么 你的程式 可以执行 有哪些必要的条件 请讨论 然后呢 你最喜欢的作品 有哪些特色 它们又是怎样被做出来的 请讨论 为什么要先设计流程图 好处在哪里 三个问题 来请你们按照你的分组 如果没有分组的 就左右同学互相讨论一下 给各位两分钟 好 那我们稍微总结归纳一下 那程式要能动 你的程式的这个当率期被点击不能 不能遗漏 对不对 一定要有 然后你的程式如果要正常动 你的逻辑要正确 有的人呢 忘记关灯 那个灯就混到别人的颜色 有的人关灯的时候也没有等待时间 关灯没有等待时间 他又跳去开灯 然后他就说我的为什么不能关灯 因为人的眼睛 在看LED的时候会有视觉占流的部分 那如果程式执行的很快 这个快的时间 太快来不及让眼睛看得到 比如说你没有这等待0.5秒 他又马上去开灯了 然后亮0.5秒之后 你关掉又马上开 那个速度太快眼睛就看不到 你就会觉得没有关灯 所以这个跟人的视觉也有关系 只要是光线 就会跟人的视觉有关系 所以你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的课堂呢 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提示一下 就是只能用高低电位控制的方式 叫做数位输出 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那现实生活上哪些是数位输出 你教室的电灯对不对 那么刚刚大家都把积木堆在一起解决的问题 这个就是写程式 那你把这个解决问题的步骤 找出来固定这个顺序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就是这个霓虹灯的演算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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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